路邊常見的黑板樹木質結構比較脆弱 因此常常成為颱風受災戶 樹枝被吹斷甚至樹幹傾倒的機率相當高 台北市已經不再重視黑板樹 但民眾停車可不是閃開黑板樹就好 颱風一來任何樹種都可能經不起強風暴雨摧殘 被颱風吹倒的路樹壓垮在路邊的車輛 2015年蘇迪勒颱風肆虐 台北市街道滿目窗移一片狼藉 路樹倒塌超過六千棵 創下十年來的最高紀錄 如今太力颱風來勢洶洶 威力更不斷加強最高上看十六級風 上回中台蘇迪勒十三級陣風 風速每秒三十七到四十一點四公尺 已經把台北市吹得東倒西歪 現在太力颱風可能到達 每秒風速五十一到五十六公尺的十六級風 到十六級的這個陣風的話 他的這個風壓可能会接近到四百公斤的這個程度 就是大概會有一倍以上的這個程度 很可能會把你的玻璃吹破 或者是說整個牆被吹倒 因為我汽車是在底盤比較高 他底下有這個風可以流過的話 其實很有可能就會被吹斑 民眾如果不想愛車被路樹壓垮 颱風天停車最好還是避免停在路樹下方 記者引致幹無權兵台北報導